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还要我来继续玩这个机械迷城 琢磨了好久啊 一直没明白这个装置干嘛用的 就知道拉一下拉杆 右边有个东西会就会降下来 除此之外呢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中间的这些箭头啊 可以不断的调整 但我点了老半天 都没有点出什么花来 估计还缺少点什么东西 我还是先回厕所里面 找一张马桶塞在那里吧 好把那只小狗给救回来 找找马桶塞 不过我印象中啊 厕所里的东西 应该都被我拿完了吧 连最后那个房间的柜子 我都打开过了 感觉找不出什么花来了 看这个样子 也不像是马桶塞啊 我去 他真在车里啊 竟然被吸在了天火板上了 哎呀 这不仔细看还真找不到了 差点就被骗了 肯定是之前那两个囚犯 吸上去的 太皮了 我这就把它取回来 OK 马桶塞到手 我去 这你都往嘴里塞 不管了 先过去把那只狗子给救了 把枪组装好 来吧小狗子 哎呀 没瞄准 吸住这个破铁桶啊 再来一次 哎呀 不是 怎么还不行啊 哎 小狗狗你快点过来啊 别躲在铁桶后面了 行不行 哎呀 还是不行 得踩到这上面去射嘛 哎呀 不对不对 哎呀 这这就有点尴尬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问题一定是出在 之前那个装置和被推过去的 那两个红色的铁箱子上了 哎 就是这个玩意儿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操作啊 我们来仔细的分析一下 首先一开始上面的三个箭头是向下的 而下面的三个箭头却只是上 箭头可以根据点击上下移动 而箭头右边 我们可以隐于看到刻着几个箭头的模样 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是让我们把箭头调成图上的模样 上下全部电动 过来再看看这两个大箱子 大箱子顶上的装置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个电磁铁 而这个电磁铁呢 会根据机关的开关往下降 只是没有辞理 难道说是让这个电磁铁通电以后 把箱子给吸起来吗 而这个机关就是给它通电的装置 好像真有这个可能 不过这个机关有点难啊 得花不少时间来破解 而且还不一定能破解的出来 但是哎呀我还是得试一试 不试试是肯定没有办法破解出来的 哦耶成功 哦终于把这个机关给破了 不容易啊 然后把这个机关给打开 bingo 这个铁箱子被吸上去了 然后呢 把下面的铁箱子给推回去吗 推回去有什么用呢 爬到上面去吸狗 哎总之 先爬上去再说吧 然后对狗再开一箱试试 哎呀还是不行啊 哎不是 没关系上面还有梯子 能爬上去吗 我试试 哎上去了上去了 但这是让我干嘛呀 又出现了一个器官 这什么玩意儿嘛 按这几个键 屏幕上的光标会转 哎点这个 下面的装置会滴水 哦 哎不是 好像是滴油 这有啥用啊 我去 下面东西就这么移过去了 我又瞎摸碰到死耗子了 这东西有什么用啊 滴油在上面 哎 这狗有反应了 它过来捡这个油吃 哦 我懂了 我要趁这个时候抓住它才吃 哦 原来是这样 哎呀 太蠢了太蠢了 我竟然把谜题解出来之后 才知道要怎么做 别人都是知道 干什么以后才见谜的 哎呦 哎 赶紧赶紧 下去把那只狗给收了 来吧 这回乖乖过来 拼狗 成功得到这只机械狗 拿它和那边的阿姨做交易去咯 那阿姨 你要的狗 然后得到它的雨伞 然后这回应该是 往这个流水的地方过去了吧 走了 还得去阻止那两个 小炸高挑的坏蛋才行 小炸高挑的坏蛋